第九條是Long區第一條 2020年M1的DSE 這條是很長的題目 每一個早上,Tom離家7時10分 他去巴士站,搭巴士站 他去巴士站,搭最早來到的巴士 假設是7時20分去到,他便搭7時23分 他不會搭這架,搭下一架 這個我們先澄清他的策略 Tom走去巴士 The time taken for Tom's work follows a normal distribution With a mean of 15 minutes, and SD 是 2 minutes 巴士站,早上有兩個巴士 有兩個巴士,時間是7時23分和7時30分 A便搭到7時23分的巴士 7時23分的巴士是0至13分鐘內走到巴士站 B,Tom搭到7時30分的巴士 就是13分鐘至20分鐘內走到巴士站 就是這樣 我們先做這兩個巴士 先做這兩個巴士 因為Tom走去巴士站的時間 是follow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是15和2的, mean是15, SD是2 換知他要7時23分前去巴士 就是0至13分鐘內走到巴士站 然後我將normal distribution 轉為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即是0-15, mean是2 13-15除2, x就變成2 所以這個時間就變成2 那把表面的表面是0.15, 因為-7.5 其實表面是無法調整的 所以你完全可以調整負1 即是調整負1 好,我們看看B B做法一樣,只改了一些東西 改了時間是13至20 然後轉為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轉為這個 然後調整,就是0.8351 即是大部份時間都是搭這架巴士 不,大部份的可能性都是搭這架巴士 好了,這裡是頭兩部分 我們再說另外一些 好,我們看看下一部怎樣做 好,我們看看C C就說 Every morning Mary Tom's student works to same bus stop to catch the bus She catch the her departing bus when she arrives at the bus stop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跟Tom的原理一樣 Mary跟Tom的原理一樣 那就是去到巴士站 接著最早來到巴士,她就上了巴士 好,現在她說 Mary搭到7.23分的巴士 就是0.3015 而她搭到7.30分的巴士 就是0.6328 那現在Mary跟Tom 如果他們搭到同一個巴士 Mary will grasp Tom Grasse Tom 即是甚麼意思呢? 跟Tom打招呼 好了,她說 Find the property that the fourth day in a week in a week is the second time Mary Grasse Tom 即是第四次是第二次跟Tom打招呼 第四次是 第四次是 Mary跟Tom打招呼 好了,我們首先計算 Mary跟Tom打招呼的 property 大家都要搭到同一個巴士 大家都要搭到同一個巴士 搭到同一個巴士 這個0.1587 就是搭到7.23分 這個就是Mary 7.23分 這個就是Mary Tom 7.30分 這個就是Mary 7.30分 所以可以計算出來 這個數字 我們先拿這個答案 即是這個答案 但其實我會用這個 好 第四次是第二次跟他打招呼 即是頭那兩次是 不是,頭那三次 不是兩次 頭那三次是有一次跟他打招呼 接著第四次跟他打招呼 接著第四次跟他打招呼 按下這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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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C的2 C的2 就是Given That Mary greets Tom on two certain mornings 即是有兩天打招呼 Find the property That Mary and Tom catch the bus departing at 7.30分 on these two mornings 我們先拿回兩個 statement 一個 statement就是 Mary greets Tom on two certain mornings 第二個 statement B就是 Mary和Tom 這樣大家都可以搭到7.30分 那巴士 在那兩天 那整個問題 就是問P B Given A 我先拆開它 拆開它才可以看 拆開它 我需要畫樹圖 不過這裡我們不用畫樹圖 P A and B over PA A and B 稍後再說 P A 它兩個是 在那兩天 打招呼 打招呼 剛才我們剛才 C1 計算了打招呼 的可能性 要是7.23分 打招呼 要是7.30分 打招呼 但要連續 那兩天 那兩天 就是二次方 A and B 是甚麼意思 A and B 是甚麼意思 Mary和Tom 打招呼 打招呼 和大家都要是7.30分 即是用7.30分 大家相遇的可能性 我們先看看 大家如果是7.23分 打招呼 這個 7.30分 打招呼 這個 我先拿一些資訊 就是分子 分子 分子 因為現在要在7.30分 打招呼 過了兩天 所以就用這個 這個 分子 分母 兩個加起來 打招呼 接著按機 這樣就完成了 打招呼 打招呼 這個就是答案 0.8408 好 我們繼續講下去 越講越精彩 最後一部分 這個應該是Conditional Propriet 因為有Given 這個字眼 Given Mary Gris Tom On Certain Morning 即是某四個早晨 大家都打招呼 Final Propriet That Tom And Mary And Tom Catch Departing 7.23分 On At Least One of 這四個早晨 最少有一次是7.23分 即是四次裏面 最少有一次 最少有一次 就是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當然可以用整體來選擇 稍後我都會提供這個方法 所以這條我分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直接的方法 先把這條文說明 E是Mary Gris Tom On F F Mary Tom 大家都是7.23分 在四次裏面最少有一次 好 我們先看看 如果大家都是7.23分 可以搭乘到巴士 就是這個 7.30分 這個 我只是拿回那些 那些 比方便看 好 第一個 直接方法 直接方法 就是我剛才數 要數的 四次裏面最少有一次 四次 最少有一次 即是有三次 一次、兩次、三次 即是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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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相互四次 即是這兩個 即是這兩個 加起來的四次 剛才我們先計算 好了 分母就沒有原念 一定是這個 分子是怎樣 分子是這樣的 因為它現在要四次裏面 最少一次 那就一次 一次就是一個 這個 三個這個 所以這裏 一、三次 兩次 兩次 二次、二次 三次 總共四次 都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 直接方法 你按 寫都不是難寫 但在計算的時候 按機之後 按到你趴在街上 因為其實很長很長 比漏長 好了 我們計算出來 一切重簡 只計算一下 好了 那你會問 我們除了這個方法 有沒有簡易的方法 其實這個方法不是相差很遠 你寫四個個個案 和寫 1-1個個案 在我的角度來說 真的不會相差很遠 但是 時間就多了很多 但是我們做了訓練 做了訓練的時候 就 給你一個訓練 有另一個相反方法 的方法 Opposite method Opposite method 是什麼呢 我先寫上面的東西 e given pf givene 等於pf and e over p2 等於pf and e over p2 還有一減 一減它 一減它 也沒有在7.23分相遇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在這裏面相遇 即是這個分比率 就是四次 所以一減它 7.30分 分子是7.30分相宜 分母是沒有原念,都是相宜的四次方 這個數字按出來都是一模一樣 不像九千那麽久 但至少我們給予一個訊息 我們就這樣處理問題 這條說完了,先謝謝各位同學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是DrKLMess 多謝各位同學 現在才是真正去到最後一節 最後一節是說什麼呢? If Tom wants to have a higher chance of catching the bus departing at 7.23分 than that of Mary Tom希望可以搭到7.23分的巴士的機會高於 Mary 問他最遲 最遲 你想想想 如果Tom越早去 一大早 不是7點出門 他再早一點 可能是6點 6點9出門 基本上可以在7.23分前 一定可以搭到巴士 他問他最遲 可以幾點鐘離開家 即是Tom 即是他幾點鐘離開家 我們就當作未知數 我們列出門 我們列出門 Tom lives home 是早過X分鐘到達巴士 小過X分鐘 即是7點23分前 就是那個時間 X是距離的時間 大於7點23分前 乘搭到7點23分的巴士 這個是normal distribution 我們轉回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先轉回這個 留意這個是大於符號 這個大於符號 我正確實就是這個 這個對應的數字 應該是負0.52 你計算 X要大於14分鐘 即是7點23分 減14分鐘 即是他不可以是7點10分出門 要7點09分出門 最遲7點09分出門 就可以早過 即是 可能搭到7點23分的巴士 是大於Mary 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同學